韩信深知废丘的王陵与卢婉是之交 为了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他只好找到卢婉 想让他出面来解决此道难题 卢婉听后小眼眯眯 大将军实在抱歉 王陵宫我不认识啊 此话一出让韩信心良半解 他本想对其好言相缺 奈何卢婉根本不了他转身就走了 可由于军情紧急韩信丝毫不敢耽耽 次日便找到刘邦讲明废丘的厉害关系 而后建议派人前去此处说服王陵 有合适的人吗 有 卢婉将军跟他是固有 可是我跟卢婉将军说过这事 他却说不认识王陵 哦 也许他还真不认识 韩信听出刘邦是在袒护自家兄弟 既然这样他也只好把丑话说在前面 指出现在是在打仗而不是论根本情谊的时候 更何况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让汉军能够顺利出川 孰心孰众让刘邦自己掂量着办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大仗 待他走后刘邦思索片刻终于想明白 让夏侯英赶紧把卢婉喊 卢婉以为刘邦找他有紧急军情商 于是飞快跑到帐内询问何事 可等待他的却是数不清的大嘴巴